聖誕快樂,各位 聖誕快樂 通常這些紅一的假期都沒有什麼嘉賓有空 當然是就醜一點 你這樣開了這個頭,我也不知道 同事上來 我們都是白亡之中抽空 我當然知道 因為通常夾樂隊都會有正職 通常都是紅一的時候 不用上班才抽到時間 今天有be before the night 五位成員齊集 多謝阿黎,多謝Woody 我又想問,過去有阿良子 以be before the night ends 都來過我們直播室做這個節目 為何這次要帶一對樂隊一起來呢 是否由one man band轉成 終於我們要五個人一起 也是,對上一次上來都是一個人 就是跟阿沙那次 是個人主義 之前是 突然覺得兄弟也要見一下人 說說說話 我之前是 怎樣說呢 我都是一直想夾樂隊 只是個人主義要伸張 是因為我沒有朋友 只是跟我一起夾樂隊 經歷了 累積了這一兩年 即兩三年的演出經驗 認識了一些樂手 大家都覺得 大家都好像沒有所謂 我可以操控他們的時候 我就不如找四個人 埋班一起做樂隊 終於都是要五位成員 成為了be before the night ends 是的,我們好像是 宣佈以來第一次這樣上來 是的 除了梁子之外 還有誰來到我們今天的直播室呢 還有梁子隔壁那位 Hello 我是Jeff 然後 Hello 我是Kim 我是Kuma 我是Kin 是的 他們不打算說自己的職位 不要緊的 反正現在大家想像一下 猜一下 我又想問一下其他成員 當初梁子說 不如我們真的夾一起玩這隊樂隊的時候 你們本身有沒有一隊樂隊在夾 還是怎樣的 各自的身份是怎樣的 我自己有的 但是我記憶中的梁子 是沒有確實地問過 喂!我們夾樂隊 是沒有這句的職位 今天就是 不如 當時你的心情是怎樣的 對 無緣無故入了局 是的,就是 對,好像無緣無故被推入局 這樣 又挺好 挺Chill 對,他講真的 他不是搞笑 我們真的情況是這樣的 很配合 Before the Night End的音樂 很Chill一點 因為我第一個表演 Kuma就是幫我彈的 那個Bass手 而本身不是他彈的 他只是幫人頂 對 我是頂耕 對,他是頂耕 但最後成為了 最後成為了正選 其他朋友是怎樣集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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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Kym 阿Kym說結他手 阿Kym 我本身沒有配樂隊 是嗎 對 是自己玩的 然後是Jeff 是以前的同學 Jeff和梁子玩開 然後他就 拉著我 是 我們那種玩開 即是聖誕節 因為我們是中學同學 所以我們平時大事大事都會見面 玩 真的沒有 可能是由今年開始 你可不可以說 他也是跟我第一個表演 彈到現在 其實有表演 那時候梁子需要樂隊的時候 就叫一下叫一下 就越來越多人了 阿Jeff你做口型用什麼說 可以說的 之後就一直這樣夾 多開心 又有機會玩 當然要跟他找食 你講什麼 你跟我找食 不可以大家弄成這樣 不是阿Kym 等一下 挺好玩 好像走過 無緣無故 我們差一個鼓手 可不可以幫忙 真的差不多 真的嗎 不是 因為我本身認識Jeff 其實我見過他見 很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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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之前跟Jeff 有合一隊樂隊的中學 那時候散了樂隊之後 我又想合一樂隊 那時候很久很久 我之前就找過他 然後他就介紹了一件 我們三個是有夾過 還有阿Kym 阿Kym也有 我們四個有夾過一次樂隊 是 唱過一次 那時候不知唱什麼歌 都是唱POP-SHOT 唱過這些東西嗎 是呀 是 是 好像是 總之就是找一些最HIT 一看的譜面就懂得彈 然後就夾過一次 你夾過香港 但之後呢 自此以後就沒有再夾過 明知不對 知道不對 那個曲風格 不是 那時候又不知道做什麼 其實回想回頭 無緣無故找了四個人坐在一起 一起夾一首歌 那是什麼想怎樣 其實又沒有目標 跟你做音樂一樣 當初你也是在電腦上摸摸摸摸 對 越多人播 903有這麼多人支持我 林岳峰是要你的歌 不要說這些 那才是 那才是 是不是更加實正 要做這一隊樂隊 其實是 因為我跟他們玩了幾次show 我覺得 反正我每次出show 我都是要找人 那不如真的找固定班底 好過 我有一點覺得是 我自己想share這個心理的壓力 以前跟他們出show 他們未成為band的成員 之前 我每次找他們出show 其實在台上 我很有壓力 因為感覺上 我是要一個人去 面對所有的事情 譬如假設有個 Rody走上來跟你說 或者有Audio同事跟你說 這個怎樣怎樣怎樣 那個又怎樣怎樣 其實我一個人 我知識有限 所以每次他們問我 超過三個問題 開始是我的手機 所以我每次出show 很有壓力 要人們分擔一下 對 那我就覺得 無論如何都好 找些人跟我一起分擔一下 OK 就是這幾位 捉了你們四個 感覺上他們四個 都不在乎 有些心理壓力 是嗎 本身四個的樣子 好像很有心理壓力 不知為何 不是 我想說 例如今年都有很多 前面的show 例如YES 老爺都說 其他成員比主音顏值更高 大家都說 好慘 不是嗎 這是很多人說的 是不是 不是我講的 你們講一下 不如你發表一下 我這件事 不是 批評一下他的顏值 你自己也有講 在台上 是嗎 你們自從YES的show 講完之後 我回去看一些照片 心想死了 是 要不要站後 我不是要像那些 閨密團 又或者兄弟團 那樣 選一些醜樣的 做自己的樂隊 至少不要比自己帥 不用去到超級醜樣 不要令別人硬硬 一定要比自己 那我又想 我想到現在 現在 12月25日聖誕節 想想 算了 放棄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有想過換人 但是 將自己變漂亮 這個對 提升成對班的顏值 是嗎 但是首先要提升到才行 所以我最近買了電動牙策 積極保養人士 希望笑起來 如果樣子不漂亮 笑起來 大家都不會覺得 二千多元 我知道 他在騙我們 說在公司聖誕抽獎 誰知道自己銀錢買 哇 這麼貴嗎 現在電動牙策 希望出來齊齊整整 成對樂隊發佈 還有最近 是不是參加了 搶耳音樂唱法 是的 我們也是 有一點感覺上 就是我自己 我覺得 Before the Night End 這個名字 就是這個Branding 去了一次Brand Yourself 之後 有些幫助 但是 所以說法 可能都純粹是一隊 你知道現在 百花齊放的 所以你其實走出街 就已經踩到一朵花了 我們也是其中一朵 很容易被踩到的花 所以想嘗試參與 多些不同的計劃 多些人認識的計劃 又或者怎樣 去認識多些人 或者了解多些 這個行業 到底發生什麼事都好 雖然我是做商台者 但我未必真的知道 音樂圈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 參與這個 這個搶耳的 我覺得 無論是 認識到音樂圈的人 或者 了解這個行業 又或者是我們五個 大家的關係 可能見多一點面 都會好一點 我是這樣想 參加這個時候 應該都學到很多東西 聽說 又開始幫你們 有資金 給你們做 可能是MV 甚至來出其他地方去表演 有資金嗎 暫時沒有 好像如果 入到的有 其實有的 因為他的廠牌 就是參與者 都要交自己的DEMO 對 上完課後 選中了才有資金 對 我們很遺憾地 我們交那個DEMO 做得不太漂亮 不關他們的事 主要是我的問題 因為那個DEMO 主要是我做的 為何你不是交手製成品出來 要交手DEMO 那他叫交DEMO 我不乖 大家的DEMO很漂亮 你的DEMO都能播出 不是的 搞錯 真DEMO 真DEMO 就是你平時在我們面前組 在電腦上組的 對 OK 平時梁子 是否拿著這些DEMO 和大家一起去研究這首歌 如何做 各位成員說 就是這樣 平時 無緣無故會開電話 還有這首 聽聽 好嗎? 弄這首好嗎? 不要啊 還有另一 三四五六 這麼多選嗎? 很多歌 很高生產力 很高生產力 但你們有沒有打算做 什麼類型的歌 可能最初是配搖 像是Hok Rock那些搖滾一點的 但現在大家就說 Dream Pop Bedroom Pop 那些 其實你們整隊 是否都希望大家玩同一個風格 我也想知道這個問題 我和你們一起問他們 是喔 我也訪問一下他們 你經常做一些歌出來 其實大家是跟你的方向 其實大家是想玩什麼 可能他們想玩 對 你不如說一下 我們可以當作開會 謝謝 一雞幾尾 我覺得最主要是 因為梁子寫的歌 有Feel 就會做搖滾 其實都沒有特別要什麼 什麼風格 另一首是寫的 很噴噴的 感覺 喔 是是 其實那首都很好 感覺很麻煩 我覺得 Kuma 因為他本身自己都比較多 每次去到不同的表演 都總有人跟他叫Kuma歌 不知為何 但你看他的樣子 他好像是最年長的 但其實他是最年輕 他是零零後 他只是多一副表演而已 我也不知道 Kuma是不是之前跟Kim 做了Regime的表演 對 就是被師姐邀請他 一起做一個表演 對 師姐 大師姐 就是他做一個 有幾多的經驗 這次都 就是拿很多不同的表演 的經驗 好玩 好玩 Kuma就更多 所以Kuma接受的音樂類型 應該更廣 對於他來說 就沒什麼所謂 是不是 也是 真的 因為呢 我又說一下 我其實經常寫一些歌 我自己知識有限 所以我寫一些歌很簡單 簡單得 簡單得只有兩個節奏 就是整首歌 然後呢 大家就問 怎樣可以變得好玩 立體一點 對於彈開Fusion 或者彈開其他東西 的人來說 只有兩個節奏 他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更高難度 對 他會問我 Kuma 你的音樂會不會很悶 沒事做 會很悶 但我覺得 這首歌 才是最重要 那我彈的東西也是一首歌 嘩 我現在不是聘請你作樂手 不用擔心 對 所以我每次寫歌的時候 我最擔心Kuma 和阿健會覺得很悶 就是我們的鼓聲阿健 因為我 因為我的歌 在那兩個部分來說 是比較 沒什麼發生的 那兩位怎樣去玩 我們以下的一首歌 一個新的派台 你們在樂隊 如何夾出來呢 有沒有在樂隊 有沒有在樂隊合過的 有的 有的嗎 有的 有的 我們始終比較年輕 我們始終比較年輕 我們都用一些比較年輕 和新的方法 我們通常都是在網上交流 哦 就是扔來扔去 很難的 但因為我自己覺得 始終都是要合樂隊 你合一隊樂隊出來 都要見面 對 對 就是要大家 上台玩的 肉體的碰撞 肉體與金屬的碰撞 對嗎 又來 這是歌的名字 他只是手指和手指 對 當然 對 所以我會覺得 始終都是要見面 大家怎樣聊一下 即使不是面對面錄音 因為怕大家尷尬 可能我不知道 又或者大家怕大家不夠時間 因為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會見面 然後聊一下 到底大家每一部分的期望是怎樣 對 當這首歌還未出現的時候 現在好像開會一樣 怎樣去想這首歌是怎樣做呢 大家有什麼提出呢 阿Kym可以說 其實阿Kym在這部分 在這首歌的製作上 都參與很大的部分 來 通常一開始是 那首展示出來 然後就 其實都沒有怎樣談 然後就各自分派給不同的人 然後就不同的人 就 input自己的東西下去 是 對 然後就 最後出來了 可能會有些東西撞撞 那時候 我們就要剔走某些東西 或者再 就是再fine tune一下 一些東西 是 鼓的部分 就辛苦一點 阿Kym說 這樣要 怎樣辛苦 拿那個聲 比較 因為 選了幾十種snare 對 都給大家一些資訊 因為我們雖然有studio 但我們那套鼓 還未錄到音 所以就很屈 阿健每次錄歌的時候 其實他是不能真的打鼓的 他純粹是對著電腦按 按 所以他應該是最沒有feel 可能 Liveband的時候 可以 Liveband的時候可以 剛剛23號應該玩一次 是啊 20號和23號 那感覺是怎樣 阿健 和你在錄音的時候 有什麼分別 幾個人 不好意思 我下了這個封口令 他每次只可以說三個字 他多說三個字 我們就會罰他 像一對人開始 我又想善一下他 在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